2018两岸创客教育论坛 12月7号在大观国中举行 邀请两岸创客领域代表 以及教育工作者 研讨交流创客教育 因为有梦想 所以投入创客领域 我们一起来听听 过来人他们怎么说 在我做创客教育这几年的感测事 还有一项非常的重要 那就是你与团队 对外的一个沟通和表达能力 这一块最后次决定了 创客教育是否成功 是否棒的一个关键因素 大陆创客大方分享 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 体现创客的精神 而台湾早期经济发展成果 其实就源自于 动手实作的制造者精神 那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创客 其实就是自己来做 自己动手做 其实在我们这一代的小时候 大家都是制造者 自己来制造 然后由制造变成最后 变成产品 由制造最后变成 我们工业的生产的商品 我们都知道 这个就是台湾 这个工业发展的基础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 教育大家的挑战 愿意动手做的比较少 所以我们这几年重新找回 制造者的精神 用创客的精神 两岸创客教育论坛 已经连续办理三届 今年再度由大观国中办理 从ZERO到MAKER 再到MAKIT 三个层次进行研讨 希望各级学校 以及创客领域的推手们 透过论坛对话交流 将创客能量推展到各个角落 记者方健凯 新北市采访报导